- 各位小老婆汽车支援网的观众们大家好 我是大叔 为各位带来本周的车辆快报 首先要带来的是国内二轮车厂龙头光光工业 终于在上周发表了全新的Ionex 3.0系列车款 Ionex 3.0包含了容量更大的电池 并且预计在全台装设4000座的换电站 其中包含弹性较高的便利换电站 而Ionex 3.0还会透过大数据做资料收集 透过这些资讯来进行电池的总量管制 确保每个Ionex 3.0的使用者都可以换到满电的电池 而随着Ionex 3.0一起推出的还有4款新车型 分别是主打都会通勤与入门使用的i1 进阶的S6以及运动化的S7与顶规S7R 各车型也有换电及充电两个版本 换电版本就是走线型的Ionex 3.0换电系统 目前有299、499、799三种自费方案 其中双电池的版本只能选择499、799两个方案 最大的不同是采用安时计费 每个费率对应的安时费率不同 这与其他车厂电车线型所采用的里程计费 有着很大的不同哦 充电版本则是向Ionex付费租用电池 租一颗电池要399、租两颗只要699元 充电系统则适合使用环境不易换电的族群 在Ionex 3.0的规划下 充换电并行能够服务更多的族群 而关于车款细节的介绍 可以看看大叔在发表会上的讲解 第二则则延续上一篇快讯 Ionex 3.0发表后 光阳工业乘胜追击 在港都高雄发表了新的电动二轮载具租赁服务ATR Ionex ATR电动二轮车自助租赁 是由光阳与共享平台Grab以及iRain合作推出的新服务 而这项服务将率先设置在高雄捷运站站点周边 提供旅客离开捷运站之后的移动需求 服务模式将参照U-bike 预计会采用点到点的租盘模式 而ATR使用光阳Nex 100 EV来服务使用者 ATR上线后高雄的低碳排计划将更进一步 未来在高雄的交通选择将会变得更多元 第三则新闻是凯旋的Tradon 660正式登台 三根引擎是凯旋的拿手好戏 将复古与现代交融更是凯旋的看家本领 Tradon 660以造型圆润的车头与油箱造型骑手 车尾与全车造型感受则更为现代 在运动感与复古风之间取得绝佳平衡 全车灯系都使用了LED 头灯的设计保持一贯的水准 仪表采用薄型的多功能TFT圆形单表 小小一颗但功能齐全 在悬吊方面 前叉给了一组SHOWA的SFF41mm倒立式前叉 后避震则是多连感 配SHOWA RUS预载可调单枪避震器 前自动则是采用两颗Nissian单二卡钳 搭配310mm固定叠 后自动则是Nissian单活塞卡钳 搭配256mm固定叠 除此之外 还给了滑动式离合器 TCS 以及不同的汽车模式等电控系统 以去年的预购价40.8万来看 算是相当有诚意的配备 而目前实车皆已抵达台湾 等待5月正式发表后即将陆续交车 至于正式发表后是否会维持预购池售价 目前不得而知 对这辆车有兴趣的朋友要注意啦 从3月26号开始为期两周 在北中南的凯旋旗舰店都有实车展出哦 想要看看这台三叉截有多帅吗 快到现场亲身体会吧 第四则新闻来到人文汇萃的台南市 Honda Motorcycle台南正式开幕啦 台南店坐落于名胜古迹 翼仔金城正对面 有的相当特别的展馆外观 内部装潢 也用上大量的圆木 贝壳等 视觉感受真的超有feel 可说是全台最有特色的Honda展示中心 一楼的展车区除了各式车款之外 还有原厂精品可以选购 逛累了还有舒适的顾客休息区可以使用 真不愧是有着深厚文化背景的台南 从没想过去看车买车也可以这么惬意 如果是爱车需要保养也没有问题 台南店备有9座维修台 维修保养的能量相当充足 更重要的是台南店位于高雄店与台中店之间 云嘉南地区的车友可以有更便利的选择 维修保养再也不用远走他乡啦 至于传说中的新竹展示中心 嗯...就请竹苗相亲再等等啦 最后一则是路权议题 去年7月交往部委托中华民国运输学会 针对大型重机行驶国道一案进行评估 而第二季的报告于3月23号公告 在报告中运输学会指出 2017年导物的延车公里计算方式 可以让数据更贴近实际用路环境 然而从报告减负的表单来看 因为重车的基数较少 所以这个延车公里的概念 会把大型重机事故比例放大 进而产生明明受伤事故的借数更少 但算起来的比例却比小型车更高的情况 在最终的观察结果阶段 运输学会认为大型重机比起小型车 有着更多的违规状况 而违规的将目多是 未依规定保持车距 虽然这个评估报告不是最终的结果 延车公里的计算概念 也常用在交通安全评估 但这样的聚观分析 真的能够反映现实状况吗 无论如何 最后还是要提醒各位车友 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真的非常重要 就算摩托车能够很快的沙停下来 但也应该为自己多留一点空间 以策安全啊 本周的小小婆周新闻就到这边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